投影幕上播放奶奶的老照片 看起來歷史久遠 而奶奶也在台上 與大家分享照片的故事 人家說長輩是社區之寶 他們所經歷的歲月 與累積的智慧 更是得來不易 因此亞洲大學之傳系的學生 特別安排老人家來一場 老照片分享大會 因為他們以前的生活方式 其實跟我們很不一樣 而且那些就是舊照片的感覺 就是很有 那個經歷的感覺 然後我們也覺得說 每張照片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 學生表示 趁著畢業專題製作的機會 他們跟烏風景榮社區的 關懷據點合作 除了積極參與據點的活動 也設計小活動與長者一同互動 而這一次的舊照片分享會 就是其中的一項活動 長者們借著重拾過去的點點滴滴 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 老照片讓他們 回憶起他們以前以往的很多的人生的歷練 長者也都會把他們心裡的很多的話 有時候在家裡不好意思講的話 在這裡跟他的同學 還有跟我們一起分享 在分享會中 奶奶說著以前艱苦的生活故事 像這位奶奶拿出50年前的照片 說著以前賣米台木時艱苦的生活 為了生活也曾做過好幾份不同的工作 這對人去洗頭 而這位奶奶則拿著照片 回憶年輕時和隔壁賣水果的鄰居 共同出遊的光景 雖然記不得去哪裡了 卻還是有滿滿的懷念 回憶一下 不過我以前的年輕時也沒有去那裡 我拿的最久之後 我五十多年前了 真好 有這個那裡是真好 說來拿來這裡 大家都在生活跟這裡 大家一起吃東西 這樣很好 大家都很開心 透過社區參與 除了讓學生們能夠將所學回饋社會 長者們帶來的人生故事 同時也讓大學生們上了一課 而長者之間也能藉此互相交流 記者陳昭安 台中採訪報導